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47集 何世元都设想过无数次这桥段了 第一时间就用被子裹住了自己 扫帚隔着被子打在身上又不疼 倒把袁翰光溜溜露出来 挨了周姨好多下打 身上瞬间就遍布了被打的痕迹 何世元尖叫让周姨滚出去 一边往袁翰身后躲 周姨气得眼睛冲血 我是谁 您让我滚出去 姓袁的 你告诉这破戏我是谁 袁翰浑身光溜溜的又疼得很 只能拖过枕头遮挡关键部位 周姨 你怎么 你想问 我怎么不在美国 我不突然回来 怎么能抓尖成功 袁翰有再多的花言巧语 这时候都要卡壳 周姨忽然出现抓尖 抓住了现场 他辩解不了啊 这也就是软饭男的最无奈的地方 换了一些强势的男人 被家里的黄脸婆抓奸在床 没准还要先发火 倒打一耙 骂黄脸婆不懂事 袁翰呢 袁翰不敢 他的鬼迷心窍 惊虫上脑 一瞬间全醒了 被周姨抓住 周姨知道这件事了吗 周姨又打算怎么处理它 袁翰堵着扫帚往门口看去 周姨连门都没关 自然早早惊动了宾馆的住户 抓奸这种戏 真的是让人忍不住围观 谢天谢地 探头探脑的几个人里 没有周家人的身影 只有周姨一个人 袁翰的天灵盖通了 一下跪在床上 抱着周姨的腰部撒手 小姨 我错了 我就是太想你 一时鬼迷心窍 我 我对不起你 你打死我吧 只要你能出这口气 小姨 我和这个女人只是封场作戏 使她勾引我 这时候 叶小琼在走廊上 夏小兰和周成觉得 站在走廊上不太好 就在隔壁房间的门口 三人的视线撞在一起 叶小琼面无表情 早就对袁翰的无耻 有心理准备 袁翰会怎么说 会怎么办 都在预料中 但真正听到 还是觉得很恶心 一个人怎么能 无耻到这地步呢 事情 总不会如袁翰所愿的 因为 何世元 是叶小琼的人 趁着袁翰把周姨抱住 夫妻俩扭在一起 何世元已经飞快 穿好了衣服 专业人士的动作 其他人也模仿不来 专业人士的演技 一般女人也望尘莫及 何世元走到周姨身边 抡起手 就抽了周姨两巴掌 力道之大 周姨瞬间就披头散发 目光呆滞 你 你敢打我 是 世元 袁翰都磕罢了 何世元心想 这是为叶小姐打的 尽管她手掌心还痛 也没忍住怒意 趁着周姨没回过神来 又狠狠抽了周姨几巴掌 这是为自己打的 这么恶心的男人 比她接过的客人还讨厌 都是周姨 她才要委屈自己 陪恶心的男人睡觉 多打周姨几巴掌怎么了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啊 你算哪根从啊 对我喊打喊杀的 何世元彪演技的时候 实在太嚣张了 周姨有点被震住了 这时候忽然想起来 重要的提醒 让她搞清楚 何世元的身份 何世元是什么身份 是港岛富商 何家的女儿 是来鹏城投资的 港商代表 本人就高调嚣张 哪里会怕她 何世元把还在发呆的 袁翰踹开 自己扯着周姨的衣领 把周姨按在床上揍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让你滚出去 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也配骂我是破血 我是破血你自己呢 看这个男人就走不动路 也不管人家 是不是有老婆孩子的 就要追求 要说这个 咱们俩是半斤八两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不对 我还是比你强一点 我就是各取所需 可没想过嫁给这个窝囊废呢 要说下贱还是你最下贱 周姨被打蒙了 也被骂蒙了 从小到大 谁敢这样一边扇他巴掌 一边骂他呀 看抓奸热闹的人 都开始指指点点 这也太嚣张了 破鞋还敢打圆配 是啊 太嚣张了 有两个热心群众看不下去 要进来帮周姨拉开何世元 何世元狠狠呸了一声 呸 他算什么圆配啊 他也是从其他女人手里 把这个男人抢到手 他可以干的事 我就可以做 热心群众有点懵逼 这又是什么情节发展呢 周姨披头散发 狼狈万分 脸上都是青子 眼睛里憋着泪花 何世元 扯中了他心虚的地方 你胡说 袁翰和他前妻早就没感情了 他俩离婚了 才正是和我在一起的 你就是破鞋 我和他是打过结婚证的两口子 何世元一口唾沫唾在他脸上 呸 你长得还像个人样 却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这话你自己信不信 他把周姨扯到光溜溜的原汉面前 你好好瞧瞧这个男人 他和前妻没感情和你有感情是吧 和你有感情 他又怎么会爬上我的床 感情是什么玩意儿 我就是瞧他皮囊还不错 才和他玩一玩 你以为我真的瞧得上这个废物 我就是嫖了个鸭 付过费 给过嫖资的那种 懂不懂 我出钱 我就是客人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老公的客人的 周姨浑身的血都流不动了 人也彻底僵硬 他真的把原汉当宝贝国 高大英俊又温柔的原汉 是让他心动的男人 拒绝了家里安排的门当户对的相亲 闹死闹活都要嫁的男人 何世元贬低原汉 直言原汉就是一只鸭 那和一只鸭结婚的周姨又算什么呢 身体上周姨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精神上周姨是彻底被何世元 给攻击到溃不成军 没有自己的真本事 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底气 周姨敢作 不就是仗着自己家事好 有人擦屁股吗 猛然有这么个港商之女 表现出来不在乎周姨家事的嚣张样子 把周姨贬低得一文不值 周姨就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 周姨真的就一点都没怀疑过 原汉和前妻为什么离婚吗 不 她是怀疑过的 然而正处在热恋中的女人 会去深究吗 她甚至还有隐秘的小得意 不管前妻是怎么回事 她才是最终的赢家 她想要原汉就能得到原汉 这是周大小姐该有的待遇 现在呢 何世元披着伪装出来的身份 在周姨没有援手的时候 就能训她 羞辱她 揍她 周大小姐该有的待遇 在何世元这里不被认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